高端近期争议不断 现是指挥中心寄出补打方案解套 后来又全出高端公司 要替前往日本的民众付PCR费用 甚至还得在10月底前补件 否则最严重恐怕会被撤出EUA 高端的补件到底收到了 还没 那如果没有收到的话 那时间还没到 10月底是截止日 眼看只剩下一个多礼拜 执经报告还没送达 缺的就是高龄重症和死亡保护力 等追加资料 这一份资料攸关到EUA资格 只是先前都拿到EUA 却走到补打这一步 遭质疑难道当时审核都没有考量吗 强调国际没有取得认证 跟疫苗效果无关 但前国建署署长邱淑提认为 高端未进行三期试验 就采用免疫桥接 如今靠着补打替代方案 国际上算是特例 高端疫苗已经有306万人次接种 却因为国际认证难解 延伸出六计战士一词 导致部分出国需求民众 打的计刺比国际上通用还多 也让高端争议一波接着一波 特别新闻连至周永轩特别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